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瑪 這也是蘇瑪的登山小教師 我有大概兩年的登山經歷 我會想要拍這一集是因為 在我剛開始爬山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怎麼選擇我的裝備 網路上有很多比較的文章 我在一個完全都是知識都是零的狀況下 我到底要怎麼選 所以我想以現在的我的經歷來給大家 如果你一開始爬山的話 我的鞋子要怎麼選擇 我們都知道一套登山裝備下來 其實是蠻花費金錢的 我可能經費不是到很足夠的狀況下 我要怎麼樣好好的精挑 是選我的接下來的這些裝備的購買 那第一考量是我有要輕量化嗎 只要考量到輕量化的話 我就推薦你買野跑鞋 它是重量就是夠輕 然後也可以適應很多地形 第二是如果我不確定 我有沒有要一直爬山 我會建議買雨鞋 上次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是難得 可能他說上一次爬山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這一次他又突然心智衝衝想要爬山 他拿出了他五年前的那雙登山鞋 好幾千塊好幾萬買的 他再走到第二天 他的鞋底就開口笑了 我們在山上有應急的做法 就是用鐵絲把它捆起來 那他走的就非常的辛苦 推薦雨鞋的原因有 第一是你平常就是下雨天的時候也可以穿啊 超級防水 台灣的中級山啊 他很多都是潮濕的地形 很多泥巴地 每天都會飄雨的狀況下 那穿雨鞋就對了 因為如果你是買登山鞋的話 他很不容易乾 但是雨鞋 他他可以走過 包括充滿那種露珠的建築啊 你的腿都不會吃掉啊 之後也變成越來越長爬山 那你在另外添購 適合你的登山鞋就好 第二是他的抓地力很夠 這是我其中一雙雨鞋 所以他底下的紋路其實都也還蠻深的 那第三是他真的很便宜 那一雙可能300塊400塊就可以買到了 雨鞋他的缺點是 他的鞋底其實是軟的 所以你買雨鞋之後 一定要再添購鞋墊 會買到兩層的鞋墊都是有可能的 至少不要讓你的腳覺得好像踩下去就是在地板上了 然後這樣子到時候如果爬山的話真的是蠻痛的 會那個腳感會很明顯 他相較於登山鞋 他比較沒有護懷的效果 所以有些人還會去買護懷 讓他不會說前後摩擦 如果你要買雨鞋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穿兩層的後襪子去雨鞋電視 穿起來他不會一直前後晃動 你的腳不會在裡面晃 走路的時候才不會一直摩擦到腳 那第二是記得要為你的雨鞋買鞋墊 第三是建議穿護懷 防止他腳踝跟那個鞋子的這樣子摩擦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特別買護懷 那就是我的襪子可能擺過幾次之後 在那個鞋跟的部分他會破洞 如果你要穿雨鞋上山 然後你沒有戴護懷的話 你可能就要再多被幾雙襪子上山 想要推薦一開始我在爬山的時候 我買的是叫做專球牌鞋子 他很特別的是 這個他的鞋底跟他的鞋身是一體成型的 因為一般的鞋子他其實是 下面跟上面是分開做再把它焊起來 我曾經穿過這雙雨鞋 然後他我踢到第三天的時候 他整個就開口笑了 這可能是因為走法的關係 所以我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習慣穿雨鞋 他可能一雙就抵了很久 他也沒有開口笑過 所以我踢可能是我走路的問題 然後他們穿這種高筒的雨鞋呢 他們還有說一個好處是 地圖可以直接就在走路的時候就塞在 雨鞋桶裡面 然後也不怕他會掉這樣 那也不用特別就是手一直拿著 我自己本身因為是穿的是短靴的關係 所以如果遇到下來的話 水還是可能從旁邊會灌下去 所以會在家買一個綁腿 一開始到底怎麼選擇 我推薦就是買雨鞋就對 因為雨鞋真的超萬用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也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要我做的主題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Bye Bye